这个就是 Proton 的第一款电动车 Proton E-MAX 7 其实大家也知道它就是这个 Galaxy E5 的双猫仔兄弟 可是实际上 Proton 该公布了一些数据 就是它跟 Galaxy E5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那么接下来今天的影片就带大家快速看一下 这个 Proton 的第一款电动车的特点在哪里 那么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E-MAX 7 我还是有点震撼一下 因为这辆车的设置其实很大一下 不过你应该会讲这个外观包都像手不手看不到对不对 其实你大概去Google Search 一下这个银河 E5 的外观设计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这辆车是什么样子了啦 因为我该研究一下它的头灯组 它的 Bumper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 logo 不一样啦 然后刚才官方有 mention 到这辆车的车身长度是 4610mm 然后它的轴距是 2750mm 如果以这个车身轴距来看的话 其实这辆车是一辆 C-Segment 的 SUV 然后中国的媒体有讲这个银河 E5 其实它的对标对手就是原 Plus 也就是 Arto 3 所以讲如果在马来西亚 这个 E-MAX 7 真的是对标着一个 Arto 3 的话 根本就是降维打击 那么这辆车 SUV 它的利率高度还是很高的 我的手机是 iPhone 15 Plus 放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哦 还有多一个拳头多的位置 所以这样子 这个高度是 OK 的 然后 Proton 该也是有讲到呢 在中国呢 这个平台 叫做 GEA 但是 Proton 叫它做 GMA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平台 Proton 自己也是有深度的参与开发 所以 Proton 会有自己的名字 然后 Geely 会有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个 Platform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采用了 CTB 技术 也就是 Cell to Body 它的电磁组呢 是藏在这个底盘下面的 这样子可以更好地保护这个电磁组 然后呢 这个车身的操控表现也会更好 然后除了电动车以外呢 这个 Platform 还可以开发 内燃机的车子 插电式混淘动力的车子 还有这个真诚式的车子 跟大家提醒一下哦 Proton 以后也会有这个 PHEV 的车法啦 所以搞不好也是用这个 Platform 开发的 这个就是 E-Mark 7 的尾部啦 其实同样也是跟银河 E-V 差不多 然后这一次呢 Proton 是不允许我们打开这个车身的空间啦 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就稍微等一等啦 不过一样的 你去 Google 找一下银河 E-V 就可以看到它的细节了 那么这一次这两次还有什么重点呢 如果是中国版本的 E-V 咧 因为它是有这个 11 核 1 的电机系统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呢 就是 12 核 1 它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因为呢 马来西亚是跟这个翁硅的设计 所以它多了一个组件是为了这个充电而设计的 所以它的这个电机重量也会比较重一点 如果是中国版本呢 它的重量是 79 公斤 马来西亚版本是 82.3 公斤左右 稍微重了一个 3 公斤左右啦 那么在续航的部分呢 这一个 Proton E-Mark 7 呢 它是采用了这个极力全新开发的神盾短刀电池 其实它是这个零酸铁锂电池来的 跟 BYD 的一样 不过吉利就有表示呢 这个神盾短刀电池的能源密度比比亚迪的这个刀鞭电池还要高 也就是讲它在更小的体积下 它有更大的续航 那么 Proton E-Mark 7 的原型车银河 E-V 呢 它在中国是有两个电池组可以选择 那么它的续航官别是 440 km 还有 530 km 不过我相信马来西亚版本引进的应该会是这个 530 km 的版本啦 另外呢 这辆车是采用这个单电机的设计的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16 HP 然后 0-100 加速大概是 7.9 秒左右 如果以电动车来讲的话 这个数据是中规中矩的 但是实际上哦 这样的 Size 的加轻车哦 我相信没有到个人会 K 动力啊 这个动力足够使用就可以了 就算我刚才讲的这个镜子黑黑内装整个都看不到 不过捏 据说它的内装设计跟中国版本是一样的 有一个超大的触屏主机 都只是它的 standing 从左边边右边 然后呢 对于科技迷来讲呢 这一个 Proton E-Mark 7 有一个特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马来西亚版本呢 同样的也采用了这个 Flyme OS 也就是魅族开发的 OS 如果是讲有关注这个科技权的朋友 应该会知道之前这个魅族已经被吉利收购了啦 所以现在这个魅族手机 也是吉利的职公司 然后他们把魅族手机的 OS 直接放在这辆车上面 所以这辆车的这个用物体验 我相信会很不错啦 因为我自己也是满喜欢这个魅族手机一下的 当然啦 除了魅族手机 还有一些定制的 GPS 以外呢 这辆车也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所以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大小小马来西亚朋友的要求 大家每次都会吐槽就是 Proton 引进的中国车型呢 都是过时的车型啦 不过这一次这一个银河 E-5 或者是这个 E-Mark 7 呢 其实就是 Proton 第一款跟中国或者是国际同步发表的新车 那么这款车呢 其实会在你看到影片的时候还在中国发布啦 然后马来西亚的上市时间预计是会在 2024 年年尾或者是 2025 年的年初 所以基本上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发售这款车优驾车型的市场 所以大家期待嘛 我个人还是蛮期待一下 首先它的价格要有竞争令 我个人推设这辆车的价格起步价应该会是十万令吉左右 那么你觉得这个 Proton E-Mark 7 应该要卖到钱呢 C-Segment 而且是电动的SUV哦 所以你觉得还卖到钱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那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哦 支持一下我们的Channel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